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头和前方墙面的距离正好是30 第二倒车时如果后面是墙面 那么我们也只用盯住后视镜的下沿 当后视镜中看不到后方障碍物底部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踩住啥车 此时我们的车位和后方障碍物的距离 刚好是30厘米 第三点前进时如果前方是一辆车 那么我们只要盯住咱们引擎盖 当我们前方引擎盖和咱们前面车辆 门把手重合时 此时我们的车头和前方车辆的距离 正好是30厘米 第四点到车时我们判断不好 车轮以马路牙子的距离 那么我们只要盯住我们的车门把手 当我们的车辆门把手和咱们旁边 车辆重合的时候 我们回正方向板往后倒 此时我们的车轮和旁边马路牙子的距离 正好是20厘米 第五点我们侧房停车时 只要盯住咱们车辆引擎盖 当我们车辆引擎盖和前方车辆保险杠 重合的时候我们踩住刹车 此时我们的车头刚好跟我们一把甩出的安全距离 怎么样这样开车是不是特别简单 再也不用担心挖碎了 我的车做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